有人说 这世上最幸福的事就是 你说的话有人听 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 但只有经历过一遭才发现 这样的幸福并不是人人都能拥有 更多的往往是一个人的委屈 一个人的心酸 就连快乐也是装出来的 就像五月天 你不是真的快乐中的那句台词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你的笑只是你穿的宝固色 每一个逞强的灵魂背后 都有不可言喻的委屈和心酸 即便生活再累再苦 也都不动声色 心软的人无论做什么事 都会是最受委屈的那一个 因为太过善良 会对所有的请求来者不拒 会为了别人的感受 选择将就自己 总有千般委屈 万般心事 也是无人在乎 无人能懂 久而久之 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 不再期待有谁懂 也不期盼谁会出现 作家理查德·耶茨 在《十一种孤独》中说道 我想所谓孤独 就是你面对的那个人 他的情绪和你自己的情绪 不在同一个频率 学会将所有的心事 独自厌下 所有情绪自己消化 不再向他人吐露半句 作家北叔说 人生本就在做减法 不去强求那些 不属于你的东西 不再为了外在物质 轻易束缚自己 看轻看淡 顺其自然 用一份简单淡薄的心性 调节自己 生活反而会幸福许多 愿你往后余生 有良人相伴 遵你冷暖 懂你悲欢 也愿你所有快乐 无需假装 有人说 一段关系 能给予你安全感的 最好证明 就是那个人 能随时让你打扰 可并不是所有人 都恰好能在需要的时候 找到一个可以打扰的人 生命中来来往往 与人无数 朋友成群 却依旧常常感觉孤独 虽然认识的人很多 入了心的 却没几个 可以肆无忌惮去依靠的 更是少之又少 独木舟写大 不重要的人 怎么有资格分担孤独 可是重要的人 又不敢轻易打扰 有些人不能找 有些人不敢找 有些找不到 成年人的世界 就是大家都默契地 把心事咽回了肚子里 在夜深人静里 自行消化 活成了一座座孤岛 也许你笑时 所有人会陪你笑 但你哭时 只有你一个人 懂其中的心酸和艰难 在前行的路上 每个人都是各忙各的事 各担各的责 正如这句话所说的 不要用请客间 丰沛地倾诉于 去打扰别人 人人都有自己的月亮 独自涨潮起落 没有人能够完全地做到 感同身受这件事 也是因为这样 那个可以随时打扰的人 才显得可遇不可求 愿你也能找到 这样一个人 让你的快乐 不缺观众 你的无邪 也有人懂 听过这样一段话 每一个优秀的人 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 那一段时光 是付出了很多努力 忍受了很多的孤独和寂寞 不抱怨不诉苦 只有自己知道 而当日后说起时 连自己 都能被感动的日子 人生中 会有很多时刻 只想大哭一场 也许是在白天喧闹的人群中 却漠然感到 前所未有的孤独 也许是在夜深人静 一个人的房间里 忽然心上 像被开了一枪 因为在人前 总是故作坚强 若无其事的样子 坚强久了 就背上了盔甲 戴上了枷锁 脸上风轻云带 表面若无其事 背后却偷偷流泪 自我疗伤 希望有个人能懂自己 能一眼看穿 自己伪装的坚强 而当一个人 熬过了最难的时候 就不想再找任何依靠了 沉默 不是因为词穷 而是因为星空 不去怨 不去恨 但人面对一切 风风雨雨 坎坎可可 走了这么久 唯一靠得住的 还是自己 当一个人 坚强太久 写在脸上的 便是沉默 他们不是身来就坚强 而是习惯了一个人 面对所有 一个人 死撑硬扛 余生很长 愿你可以自己 一个人扛 也有人 心疼你的坚强 看过这样一句话 下载进度 停在99% 其实和零 没什么区别 如果都不能到 100%的话 我更喜欢0% 至少 我不会对他 有所期待 期待 就是所有失望的根源 当一个人 开始有所期待时 就要接受这件事 存在让你失望的可能 特别是把自己的 真心 给了一个 不懂珍惜的人 没有人回头 是为了再爱你一遍 你满心期待地 规划两个人的未来 而他 却在预谋 怎样离开 有些你以为 很重要的人 你不联系他 他就真的 不会联系你 到最后才发现 这段感情 从头到尾 只有你一个人 在认真 你舍不得的人 其实并没有 舍不得你 别高估自己的分量 别期望 别指望 就不会有失望 那些一直折磨你的 并不是别人的绝情 而是你自己的 心存幻想和期待 玛丽奥利福 在《悲伤之用》中说道 一个我爱过的人 给了我一盒子黑暗 很多年后 我才明白 这也是一份礼物 那些你释怀不了 放不下的人 到最后 都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这个磨难 没能唤醒你 那这个磨难 就没有了意义 将会有更大的磨难 来唤醒你 它让你遍体鳞伤 但伤口长出的 会是翅膀 有些人 有些事 到此为止 也许是上天 做出的安排 一定是最好的收场 愿你从今以后 得到的都珍惜 得不到的都释怀 希望你永远 保持理性对待感情 在自己的世界 独善其身 在别人的世界 顺其自然 看过这样一句话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人 能在寒冷的日子里 牵起一双温暖的手 踏实向前走 但若是找了很久 都没有寻到 我便不再相信 这世界 有这样一个人存在 当一个人受尽了委屈 吞下心酸的眼泪后 就不再期待 有人可以依靠 人一旦有了隔阂 就真的走不尽了 没有人受尽委屈 还愿意停留在原地 就像有的话 说一次是重现 第二次是强调 说到第三次 人就疲惫了 不经一事 不懂一人 经历得越多 越能明白 看你笑话的人很多 伸手帮你的人很少 跟你比惨的人很多 安慰你的人很少 你对人情世故的 每一分通透 对爱来爱去的 每一分豁达 都是用失望换来的 人总要寒心一次 才知道世界的真真假假 只有被最信任的人欺骗 才明白 世上没有一成不变 有些话 不需对每个人说 有些路 只能一个人默默地走 就像英国作家 毛姆说的那样 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 都是孤独的 因此我们只能 孤独地行走 尽管身体相互一棒 却并不在一起 既不了解别的人 也不能为别人所了解 当一个人受尽了委屈 不会把难处逢人就说 也不再期待有谁懂 而是一个人一言不发 是哀默 大于心思 愿你所有的义无反顾 都能换来流星般的灿烂 也祝你尝尽世间冷漠 仍有一颗炽热的心 无惧风雨 苦乐自尝 我们这一生 都在不断地告别和遇见 今天与昨天告别 然后遇见新的开始 夏天和春天告别 然后遇见新的美好 那些过往 不管痛苦 抑或快乐 都将成为我们 最坚硬的铠甲 聚散离别 本就是人生的常态 曾经看过一段话 有些人是来还债的 还完了就走了 我们无法知道 什么时候会失去身边的人 哪怕只是一个路人 也许你以后 再也见不到了 人和人的关系 真的很脆弱 曾经无话不说的人 走着走着 就可能变成了 无话可说 有些人说了再见 可能却再也不会见 过了很久以后才发现 原来我们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和很多人 见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面 但总会有更多的相遇 让我们感觉到温暖 也会有意外的重逢 让我们惊喜万分 面对生命中出现的人 要明白 你来 我欢迎 你走 我不留 因为强留的 终究留不住 放过别人 也是放过自己 任何关心走到最后 不过是相识一场 有心者 必有所累 无心者 却无所谓 愿我们都能做到 该放下的时候 不犹豫 该珍惜的时候 不伤害 情出自愿 事过无悔 不负欲见 不谈亏欠 有人说 朋友圈里的 不一定是好友 但黑名单里的 一定是故人 确实如此 有的人出现在 你的生命中 会留下一些痕迹 而有的人 只是出现过 后来却再也 没有了交集 成年人世界里的感情 其实都是 从不联系开始 彼此的关系 就变淡了 彼此都很默契 我没有主动找你 你也没有主动 给我消息 最后就渐渐消失 在了彼此的生活里 正如千语千寻里 正如千语千寻里 的这样一句话 人生是一辆 开往坟墓的车 路途上有很多债 很难有人 可以陪你走到最后 当陪你的人 要下车时 即使不使 也要心存感激 挥手告别 人生 就是这趟 有去无回的列车 不知道中途 谁会上车 也不知道 谁会提前下车 很多关系 到了最后 都在不知不觉中 变成了陌生人 相见不如怀念 或许是最好的结局 只怪人在风中 连聚赛 都不由自己 不删除 是因为彼此 真的重要过 无法把这段精力 割舍掉 不联系 是因为 已经沉多余 更怕对方 觉得打扰 这一辰 谢谢你来过 也不遗憾你离开 相逢无悔 过往无害 人生 难如初见 只愿 各自安好 看过这样一句话 当一段感情结束时 你真正失去的 并非是那个 想要与之 共度于生的人 而是你曾反复 为他拼凑过的真心 我们常常 为一段感情难过 不是因为那人 欺骗了我们 而是因为 再也不能相信对方了 在感情中 我们付出了 所有的真心 付出全部的努力 但还是复制东流 回望这段往事 纵使结果不如人意 我们也没什么 好后悔的 怎么看 都是失去态的人 更亏才对 感情是不问对错 但要看值不值得 错的人 不会因为你能熬 就变成对的 很多人到最后的关系 就是没有关系 就像光抓不住 雾也会散 花开自有花落 这一路走来 种种经历都是风景 风景再好 也不能独自收藏 我们错过的 别人才会遇到 正如我们遇到的 都是别人错过的 金庸先生 在《神雕侠侣》中说 你瞧这些白云 聚了又散 散了又聚 人身离合 一副如丝 你又何必烦恼 凡事往好处想 往前方看 后面的风景虽美 但前面的路更重要 幸好四季风不止 好与不好 都能被带走 当一段感情结束时 别纠缠 也别回头 遇到了 就好好珍惜 失去的 都不再重要 无不可过去之事 有自然相知之人 所有的负担 都将会变成礼物 所有吃过的苦 都会照亮 你脚下的路 只要来日可期 今天就值得欢喜 愿你经历 坎坷挫折后 跌跌撞撞 人对世界微笑 彷徨失措 依然勇敢前行 听过这样一句话 当你再次面对你过往的难堪 你憎恨恼怒的人 心如止水 不再起心动念 坦然面对 一笑了之 即便别人在你面前 附属你过往种种不幸时 你仿佛是在听别人的故事 心里一丝连一都没有了 放下 莫过如此 其实彻底放下一个人 往往也就是一瞬间而已 只是在这个一瞬间出现之前 我们受了太多的委屈 但依旧值你 而在这个瞬间之后 我们如梦初醒 学会了止损 也学会了好好爱自己 真正放下了的人 是你不会删除他的聊天记录 也不会把他拉入黑名单 只是任由他躺在通讯录里 但是 在意懒得去点开的人 他就向你掉进床底的笔 扔在地铁站的设 决定不要了 就才不会响起 没有太多情绪的过折 只是自然而然的 就淡忘了 村上春树说过 不必留恋于过往 不必纠结于当下 也不必太担忧未来 人生没有无用的经历 所以我们一直走 天一定会亮 人跟人之间的感情 就像只毛衣 拆开的永远比枝的块 失去永远比得到块 虽然无奈 但也要慢慢看开 与其苦苦纠缠 不如学会放下 愿你这一生 拿得起也放得下 不惧将来 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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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这样一句话 如果有一天 我变了 你不要惊讶 我可以很喜欢你 也可以选择放弃 我的一切行为 取决于你的态度 而你的态度 决定了我的温度 这世上所有的感情 都是相互的 若是你变了 那我就淡了 若是你淡了 那我就算了 你若是算了 那我就忘了 没有人会 无缘无故地 黏着一个人 也不会无缘无故地 疏远一个人 所有离开的人 都曾在风里 站了很久 以后的日子里 那些看不到结果的人和事 都不会再期待了 有人说 对于一个 不需要你的人来说 你无论怎样对他好 在他眼里 都是打扰 一个人之所以会受伤 不是别人看清你 只是你把自己 看得太重要了 很多时候搞砸事情的 往往只有三个字 你以为 我以为只要真心对人 就会换来真心 时光不会证明什么 那会让我们看透很多东西 有的人不会忘 因为舍不得 有的人得忘掉 因为不值得 人的手就那么大 抓不住的东西太多了 该放的放 该忘的忘 只要你想 就没什么放不下 你看那虚实之间 光影相生 人活一世 草木一秋 须及时清醒 也要事事甘心 总要有人带你来到这个路口 又总要有人带你离开那个地方 人生就是不断地遇见和别离 希望你是真的释怀 而不是瞒着所有人偷偷难过 岁月深长 万物有机 愿努力生活的人 各有各的风雨灿烂 教父里有一句话 没有边界的心软 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 毫无原则的仁慈 只会让对方为所勿为 似乎这个世界上 总有人像瞎了眼一样 看不到你的善良 看不到你的百般忍让 还时不时地 给你反手一巴掌 跟人相处 无论是至亲好友 还是平手相逢 都要时刻紧及一个标准 心可以柔软 但底线要高 原则要强 如此 你的付出才不会变得廉价 正如这句话所说的 善良是很珍贵的 可是 如果他没有长出牙齿来 那就是软弱的 很多时候 对别人的善良 却是对自己的残忍 过分的心软 成全了别人 却委屈了自己 让自己变成了 任人使唤的傻子 久而久之 变成了来者不拒的老好人 所以 一个人的强大 应该从懂得拒绝开始 在别人身上善良一千次 还不如对自己仁慈一词 你退缩的越多 让你喘息的空间就越少 你表现得越卑微 公平就会离你越远 只有挺直了腰摆 世界给你的回馈才会多点 为人处事 懂得拒绝 方能从容 感情里也是如此 不懂拒绝 不懂拒绝 为了对方无条件地退让 最后日复一日 磨光了自己的心性 却只是在默默称大 对方的胃口罢了 无论什么关系 爱人爱三分足矣 剩下七分 爱自己 余生很长 愿你有前进一寸的勇气 一有退后一尺的从容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我不再对你唠叨 也不再计较那么多 那不是体谅 而是对你的放弃 有的话 说一次是重视 第二次是强调 说到第三次 你还不听 就不会再说了 后来对你的不满 我都没有再挑明 而是选择了沉默 这不是没有情绪 而是说了也没意义 比起诉说的委屈和不甘 沉默或许更好 鲁迅先生曾说 人一旦雾透了 就变得很沉默 不是没有与人相处的能力 而是没有了与人逢场作戏的兴趣 有些是你明白我的感受 知道我会难过 但是你还是那么做了 让我更难受 我不是没底线 我不是铁打的 时间久了 我也会累 以前唠叨 是希望你会有所改变 现在不说话 是在调整情绪 每调整一次情绪 我们的关系就会淡一点 我也就会远离你一点 早晚有一天 你所说的一切 与我无关 你所做的一切 与我不爱 很喜欢这句话 过分的执着 而失去了分寸 最后把自己的尊严 也弄丢了 变成了一个廉价的付出者 有效的付出是有回应的 而不是抛弃自己 所有的合适 都是两个人相互迁就和改变 希望你明白 走不通的路就回头 二而不得的人 就试着放手 得不到回应的热情 就失可而止 别把一厢情愿 当成满腔孤勇 愿你执迷不悟时 少受点伤 愿你凡然喜悟时 悟是 人事 师父说 世间一切 都是遇见 这一生 真心对你好的人 不会很多 如果弄丢了 可能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别人帮你一次 你要记在心中 别人扶你一把 你要真心回应 恩情难遇 真情难求 谁对谁好 都不是天经地义 谁的付出 都不是理所当然 心里有你的人 随时都有空 眼里没你的人 怎么都没空 在乎你的人 离开你一分钟都闲长 不在乎你的人 陪着你半秒钟 都浪费 都说被偏爱的 总是有恃无恐 我们常常因为 习惯了别人的好 而忘记感恩 就像鱼在水中游 却忘了有水 你要在空中飞 却不知道 有风的帮助 可是人心 永远是相互的 别人恰恰是一面镜子 我们对它凝眉瞪眼 镜子反射回来的 也是瞪眼凝眉 佛家有言 众善因 得善果 你给世界几封爱 世界就毁你几封爱 这个世上 没有人有义务对你好 也没有人理应帮你 人只有常怀感恩之心 路才宽 人缘才好 未来才光明 别让离开 教会你成长 别让本可以 结伴走很久的人 提前离场 帮你的人不能忘 爱你的人不能负 生活纵有极风起 人愿你 承华感恩心 珍惜 每一份遇见 有人说 当一个人 开始变得理性时 他一定是在 慢慢蜕变 变得越来越好 不会再有任何人 能影响到他的情绪 一个理性的人 在感情方面 可以承受任何代价 漠不作声 皆是止损 不联系 也不打扰 甚至可以亲手推开自己 在乎到不行的人 在乎到不行的人和事 不是所有人天生 都是一个理性的人 只是受到的伤多了 慢慢变得理智到极端 清醒到无情 因为他明白这个世上 所有的安全感和安慰 都是自己给的 不管对方是谁 曾经对我们多好 时过境迁 都是可以改变的 只有自己 一成不变的 看过一段印象深刻的话 终于明白 我最近为什么这么开心了 因为什么都不去细想 也不再对任何人 有任何期待 所有的情绪 都尽量留给了自己 也不再指望任何人心疼 为我扛下所有 当一个人开始宠爱 和迁就自己 不及自己感受时 就不会再诚惶诚苦地 面对所有人 凡事权衡利弊 不是没有了感情 只是不会再轻易 掏出真心给对方 还是会心动 但不会再毫无底线地付出 不是他变得冷血了 而是明白 世上的热情很珍贵 也包括自己的 如果你觉得现在的生活 不是你想要的 别气馁 也别放弃 来日方长 比方尚有荣光在 温柔的事一定会发生 慢慢来也是一种诚意 愿余生柳暗花明 三分惊喜 七分尽兴 所欲 皆是温柔 温柔